這對我收到大概是今年一月的事情 那因為防疫期間在家裡沒事幹 所以最近就把這些老東西通通拿出來 趕快整理整理趕快趕給人家 他原本是一對完成品的喇叭箱 然後後來他自己發現他自己有一些這個 後來發現他自己有一些這種Focal的單體 所以他就自己想說把這個東西直接裝在這種 箱上面應該會相當不錯 所以他就自己幾年前他自己做了一些改裝 那包括他自己箱子裡面也貼了一些那種 那種汽車用的那些製陣墊 黑色的那種像膠狀的製陣墊 那些東西其實也都被我拆掉了 因為他當初他只做了一支另外一支沒做 所以就變成兩支在外箱敲起來就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當初就把他裡面的那個製陣的那些製陣墊 我都已經把它撕光光了 所以讓他兩支聲音敲起來是接近一樣的 那他原始的那些非音器也都不見了 那接下來就要來聽聞一下這個單體的特性 雖然知道它是什麼牌子 但是沒有資訊也沒有響應圖 什麼東西通通都沒有 那你如果你手邊也有這種箱子 其實就很好處理 那我們只要把箱子做裝箱處理之後 直接去測量單體在箱子上面的發聲的響應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簡易的非音器 給這對喇叭單體使用 我們現在先把喇叭單體先裝在箱子上面 那我們再做進一步的測試 好接下來我們先把單體先把線焊上去 然後裝箱之後我們再來測頻率響應 通常我配線呢我都會低音單體用比較粗的線 然後高音單體用比較細的線 通常我的習慣會是這個樣子 好單體的線都準備好了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裝箱 包括這兩個後蓋 那我們先做低音單體的測試 所以等一下會先把這個 這個後蓋先鎖上低音的部分 先焊上低音的部分 我們先來測低頻的響應 這個低音單體的低頻響應如何 好那一張的曲線圖出來了 低音的單體 這個是低音的 這個是低音的 這個是高音的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低音的部分 響應大概在2K之間其實都還好 那高音的部分從2K左右到1K之間 從1K以上就還好 所以1K以下就開始驟降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定在1.5上下就可以了 所以原則上這顆高音使用在1.5K以上 那這個也是在1.5K以上 所以1.5K以下的低頻跟1.5K以上的高頻 就可以湊成這個 這對喇叭在這個箱子裡面所形成的這個 這個波段的這個曲線 那到時候做出來的樣子呢 會有一點接近會像這樣 我們稍微做一個1.5K的圖形 做起來會像這個樣子 所以它的曲線做起來可能會像這樣 好它可以維持一個 在一個一個85到90之間 一個維持一個平坦的響應 大概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很明顯可以看到在4K的這邊有驟降 那就可能是這顆單體 這顆單體的特性引起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暫時先忽略 那我們先找一顆 找一個 找幾個零件 我們先兜一個1.5K左右的一個 一個分音器 我們先來試試看 這樣子的聲音效果到底怎麼樣 好 分音器的圖就這樣子 用電腦就跑出來了 跑出來之後 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2階的分音器的圖 那原則上它就是4顆元件所組成的 然後兩個電容兩個電感 在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這兩個電容兩個電感 這裡兩個電容 這裡兩個電感 這是電容 這是電感 好 那因為主抗不一樣 高音是18歐姆的 低音是4歐姆的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的圖就跑出來之後 結論就變成像這個樣子 那做了一個 SAMPLE 做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分音器的SAMPLE 我們先來確定一下 這個圖是不是等於這個 這個頻率響應的範圍 然後剛好就等於 大概1.5K的這個範圍 好 我們就把這個波形跟試波器的部分先裝上去 我們可以大略可以看得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分頻點對不對 正不正確 好 分音器的波形出來了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 上面就是一般標準的那個1.5K的範圍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1.5K的範圍 1500Hz的範圍 然後它的波形就是剛好是屬於焦躍點的部分 所以剛好上面是高音下面是低音 然後剛好相位差180度 那我們等一下在做分音器的時候 這實際上在施行分音器的時候 這顆高音就要反過來接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實際上接出來的樣子 的樣子 這樣子確認沒有問題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拆解 之後把它裝在那個正式的板子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裝在那個 把拔箱裡面就可以完成這一對 簡易型的這個分音器的這個工作 好 那個分音器我們做完了 那做完以後呢 我們就必須要看一下這個 那個波形到底怎麼樣 那因為假負載還沒裝上去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假負載先裝上去 好 這個是低音的假負載 然後再把高音的假負載裝上去 你就會發現它的頻率就正確了 好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分音器的結構 那我們現在確定它的分頻點 已經確定是1.5K的地方 好 就是1500Hz的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分音器 直接做焊接電線 就把線材做焊接的動作 那就可以裝在喇叭箱上面 那頻點的部分沒有問題 那我們可以做下一個動作 就是裝箱 好 接下來我們就裝箱 然後分音器已經裝進去了 然後喇叭的部分呢 就在這邊 喇叭先放在旁邊 線都裝好 然後最後我們等一下再把那個 吸液棉的部分給它裝上去 像這樣子 像這種的吸液棉 好 一塊一塊的吸液棉 我們就給它裝上去 到時候就給它這樣子 捲起來 然後塞進去 好 分音器的部分跟喇叭組合的部分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行試聽的部分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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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的留言 也感谢你的订阅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